我的索尼三档会员快到期了 2023年5月21号 三档会员续费一年是599港币 人民币也得500多块钱 这是去年5月份索尼刚推出会员的时候我办的 估计很多同学都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会员 也都快到期了 还有很多同学问我 什么时候会员打折 想续一个 其实在去年年底 就是11月份12月份那会儿 会员有打折 对于老用户也有打折 到今年春节对于一些新用户也有打折 但是老用户好像就没打折了吧 根据我的经验 老用户如果续费打折 也就在年底11月份或者12月份 黑色星期五圣诞节的那两个月 也就打个七五折吧 那我怎么办呢 我准备到5月21号不续费了 另外你们看一下 特别是在到期之前 你们的会员是不是自动支付 别到时候到21号自动支付了 方法是按三角 到达右上角的三个点 更多 管理订阅服务 我已经关闭了自动续费 你看看你那是不是和我一样 在这有变更计划 这是一档 二档三档 当前是一档 那我来个一档 最下面是比较 那这三档会员怎么选呢 如果是刚买PS5的用户 考虑升级版和高级版 价格都是500多港币 如果是老玩家 这些游戏基本上都玩过了 可以只考虑基本 我看基本现在多少钱 一个月48 一年308港币 二档呢 一个月75 一年515 豪华 顶级的是85 一个月 599 12个月 这么来看 599一个游戏的价格 还是挺值的 我估计我还会去 不管怎么说 我等它会员到期 先看看它有没有优惠 索尼有没有一些优惠措施 来刺激一下我们这种 不蓄费的老用户 一般的商家都会这么玩 你现在是会员 他不着急 着急的是你 当你会员到期不续费了 他会出一些 针对你才能享受的一些优惠措施 给你点甜头 让你再续费 不知道索尼会不会这样 关于索尼PS会员的续费 你们会怎么选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